大家好,这里是热点三新闻 新的春季学期上周开始了 我看到很多学生穿着校服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过去的美好时光 说到校服 今天的热点三新闻包括了校园热剧 All of us are dead 让我们马上看看吧 低调新闻 最近在中国MZ一代中 2018年6月发生了 《回家的路》成为一首流行歌曲 《回家的路》是一首精致 而且旋律令人上瘾的歌曲 在韩国各种音乐排行板上名列前茅 这首歌于2018年发行 最近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 由于名创作者们经常使用这首歌 作为背景音乐 它开始再度流行 它在中国视频平台 Bilibili上是很受人喜爱的翻唱歌曲 中国网友纷纷留言 这是我在街上听到的一首歌 感觉就像回到了2018年 我当然同意 没有什么能像音乐那样唤起人们对过去的怀念的了 第二条 在Netflix电视剧《All of us are dead》中饰演李修赫的索罗门帕克 在国内外备受关注 该剧上映后 他的Instagram粉丝数超过了340万 有着异域风情 五官端正的索罗门帕克 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 12岁回到韩国 在韩国念完小学 初中以及高中 即使在中国 对索罗门帕克的反应也很热烈 中国社交媒体 微博等 将《All of us are dead》称为僵尸小园 有评论和评语支持索罗门帕克 中国网友表示 诺门的长相很有异域风情 尤其是和Shiny的敏豪 和Infinite L的脸长得很像 中国网友纷纷留言 我第一次认识诺门 是通过中国版的Lukism 他是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演员 我为他加油 第三条新闻 日本媒体之一的Demi 报道了三部韩国电影 一季年韩流20周年 他们选择了三部标志着 韩流开始的韩国电影 来回顾韩流的历史 首先是1999年的电影Siri 在韩国电影史上 首次动员了超过600万观众 Siri吸引的关注力 在韩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 这在当时并未广泛制作的 谍战类型 结合朝鲜半岛的现实题材 以情节剧来展示一个被分裂国家的不幸 结果是管授好评 第二部电影是 我的野蛮女友 这部电影极大的促进了 韩国浪漫喜剧内心 在日本的发展 作为2001年的一部作品 它影响了许多浪漫喜剧电影和电视剧 也是让权制线在日本声名乐器的电影 最后一部入选的电影 可以说是女演员孙艺珍代表作 《我脑海中的橡皮仓》 该剧讲述了女主在婚后 享受新婚生活的同时 得了老年痴呆症 一步步失去记忆的悲伤故事 我依然记得这些电影有多精彩 我希望你们有机会观看 丹米报道的这三部韩国电影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 感谢收看 星期四见哦